哈囉 我們現在在春秋吃飯了 梳起大拇指連連稱讚餐廳 五高讚 那個男人黃仁勳 五號晚上將近六點 再度造訪中山北路私處餐廳 業者臉書動態照片 只見黃仁勳穿著招牌 黑色皮衣配黑色牛子褲 與店家何比愛心拍照 對線打勾勾承諾 部落客讚黃仁勳 真是個重承諾的真男人 原本五月三十號 四處員工巧遇黃仁勳 熱情邀請他再次光臨 當下黃仁勳說好 還打勾勾約定 沒想到隔幾天 他百忙中抽空兌現承諾 業者招待招牌雞湯 外帶銀絲卷 黃仁勳直接給了八百元美金 大約是新台幣二點五萬元 當作小費 其實他給小費從來不手軟 月初黃仁勳吃的這間 台式熱炒店 老闆曝光當時 他們畫的菜單 點了油蔥雞豆干炒肉絲 泰式焦麻雞等等 一共十九道菜 共消費兩萬五千元 黃仁勳也是付了三萬元 霸氣說不用找 或是到嵩山區麻辣火鍋店 用餐也大方包八千元 小費 甚至到了黃仁勳 最愛的夜市小吃 還被知己拿出千元大超買 現炒例子 也跟老闆娘說不用找 好賣給出小費八百元 黃仁勳所到之處都是人潮 作風清明超強親和力 讓他勸奮武術 三地區文章博 羅佩玉台北採訪報導 零唯一 利益 Narrativ 修噗